hello,我是E.G. Channel要停止定期更新 做了這一行那麼多年 其實看多到我已經不想知道是實質多少年 由團隊做到單字 現在反過來去看那段日子 其實都看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在團隊裡面生活的人 我自問我是一個團隊的人 多過喜歡自己去拍片 但是世事就無奈 不是一定如人意 這一期我突然覺得好像沒有了方向感 不知道自己去哪裏 我知道你很勤力 但是你勤力的,你會去哪裏 只知道要追演算法 不敢停的 你總是覺得自己好像要一個星期要出一條兩條片 才會有人看你 或者演算法就會不理你 一直不斷跑一跑 但是現在看四周 其實整個網絡生態都已經不同了 變成了很多人去拍Youtube 甚至乎現在都已經不流行Youtube了 可能是比較流行IG一些很短的影片 你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上看到IDOL片 你可以看到大學課程片 你可以看到生活資息所需要的片段 那又為什麼需要我呢? 你出片這麼密 是不是每一條片都想拍的? 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未必的 那為什麼不拍小一點呢? 因為我不想放棄演算法 啊?演算法現在又很眷顧你嗎? 以前一堆人拍片是因為和最熟 最朋友的那班人一起拍 那整天都是拍一些大家一起相處的情況 平時的對話就這樣 放在攝影機上說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那時候拍得最開心 而那個所謂的印切也都最容易被大家看到 現在又不是好幾年了 那只剩下我自己一個去拍 那再去拍一些很明顯是流量的影片 又或者是為了追趕外面速度去拍的影片 其實就難了讓大家認識到我 其實在6月之前我出的片量都是很高的 說真的我還是生活到的 但是我發覺我自己是越做越累 剪片越來越像開工 每條片的模式都一樣的 其實完全沒有以前那種 我一直剪 以前在團隊拍片的時候 我期待剪那條片 因為一直剪 你會覺得那時候發生過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你會想快點拿來更加進 現在就沒有了以前的那種感覺 我還是很努力去剪 即使那條片我不是很期待去剪 我還是會盡快去剪 但是努力 是好像要有一個成功一點 或者偉大一點的結果才是值得被人讚 變相好像努力 現在說的你很努力 跟我講 變得好像是有點貶義 因為你很努力 但是都沒什麼 我懂得很努力剪片 但是現在不懂得開心地拍攝 但是其實觀眾是想看一條很努力的片 還是一條很開心的片 會不會是沒有兩樣一起並存呢 那這件事就是想了我很久 有個朋友以前跟他吹水的時候 Cotton 他過來我宿舍那邊一起聊天的時候 有一段對話就發生了 那段對話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你一樣 你可以一個月至兩個月才出一條片 都會有很多人看 在這個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想回他講話的聲音 E.G.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想得到一些東西 你可能要首先放棄一些東西 我一聽到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 不是啦 你做到的 你當然可以這樣說 我還沒做到的 你怎麼夠僵 但是我現在近期 又覺得自己 會不會太遲去明白他在說話呢 那有時候我會自己 晚上在睡覺看留言 我有看的 我小福 但是我全部都有看的 導致我在拍片之前 在拍片的時候 在剪的時候 我腦都會不斷出現一些聲音 就是 有幾次 例如那些壽司狼片 就有人說 垃圾 除了壽司狼 你還有什麼片 就有人只說 看這個也是為了看女嘉賓 我跟我說 我有多快 那些片多沒有質素 那原來外面 有觀眾 這麼不喜歡我的片 那我自己又喜歡不喜歡呢 就是說我自己的片 可能就是 如果我自己都不享受 那看的人 又怎麼會覺得是好呢 之前是真的有一陣子 做到很行屍酒 那樣的款式 我覺得其實好像都 沒有 又無趣 又覺得沒有 沒有什麼光明 然後就去了一個旅行 大家都知道 我六月尾的時候 去了一個旅行 就放假 去旅行的時候 好一點 就決定了 我不想再追 演算法 我接下來不想 將時間去放在一些 可能比較束縮的片 例如我這個月拍了 其實下個月 你未必會再看 你一定不會再看 又或者是 純粹為了追趕潮流的片 會想將這些 時間 重點放在一些 我自己覺得是 獨特一點的內容 前中後期 我都覺得 要多少時間準備的內容 之前就算有些想法 但是我是因為知道 要用一些很長的時間去做 不是喔 我拍這一個 我兩個星期就不用出片了 那我就覺得 做不到 做不及 連東西都買定回來了 但是就 一直都覺得 不會夠時間做 然後就沒有做到 但是現在就不想這樣 但是放心吧 大家喜歡那些系列 我不會無緣無故 一下就說斬了它 純粹是時間的分配上 我想有不同 所以才會停止定期的更新 我不是會打算消失很久 那我在IG 都會努力更新一下 即是 這件事 我會再參透一下 但是 我在IG 依然是會 保持一個程度的活躍的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G去看 如果你平時只看我youtube的話 還有有趣的就是 壽司狼是有攻擊留言的 我相信看開的大家 如果看comment 劇 都會看到的 但是同時呢 可能在街上 有觀眾看到我 或者有觀眾會DM我 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會等你出完食評 然後我才會去吃 你條條壽司狼 我也有看的 他們不是為了看女觀眾 不是 他們不是我一體女嘉賓 我覺得我拍的東西 是 有幫到大家 或者值得大家去參考 這些對於我來說是鼓勵 所以我不會覺得 我現在就會說 不會不拍壽司狼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人喜歡看 我幫到你 去覺得那樣東西 是不是好吃 是不是好吃 其實是動力來的 改歌詞 改歌詞 改歌詞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系列 目前為止 一直以來 當然是 多得阿姜幫忙 他給了很多歌詞 一集裡面 至少有三首改歌 在裡面 我覺得觀賞價值很高 我自己都很想看 所以我也會想繼續拍下去 酒遊戲 酒遊戲 在拍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氣氛都很好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繼續去拍酒遊戲 這件事 這麼多年來 一直向前走 跟很多人一樣 年輕人就要讀書 二十多歲就要工作 三十歲就要穩定 但是從來都沒有一個時間 停下來去整理一下自己 好像走了去一條河裡 你就一定要不停向前 不清楚自己失去了什麼 應該是說就算失去了一些事情 你都沒有時間去面對它 看回之前 有很多分道揚鑣的時候 也都有人 是因為社會見解分開 有很多興趣因為現實拋下了 其實可能真的要停下來 又不可以停下來 又不可以停下來 要放慢一些腳步 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 對之後的未來做更多的準備 所以接下來呢 我不是消失了 我不是拍完這段影片之後 就跟大家說 我要消失了一段很久的時間 不是 純粹是我都會繼續努力做影片 但是就不像之前那樣 一個星期一條兩條 可能會用多一點時間 但是就不是 每次都是 不是 一定是找個女生出去吃東西 不一定是這樣 我都還會找朋友出去吃東西 不是完全不做 但是我會想把時間 去拍一些 大家少一些 在你的YouTube 溫室裡面會見到的東西 因為我很怕拍完這段影片之後 那些會員都離開了 不是的 我很感謝 一直一直在看我的觀眾 更感謝的就是會員 亦都是 給了一些很實質的支持 那 希望接下來可以給你們更多的東西 我說的重大更新就是這件事 那 下條片見 拜拜